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大家看看北水方面都是日出日入 暫時流入不來 又不是太歡喜 接著他們會流走 留走後不要太擔心 因為它接著又會流入 就像這裏一樣 接下來看看 今天來看看今早上有很多板塊上升 真是大家中不了 現在就是下班了 冬至了 去吃飯了 每晚的肌肉都流下來了 所以這裏還未好認真 反應得好 升了最多的是冬至 冬至 煤炭股 把邊爐 所有的農產食品 還有一件事 美金下跌 黃金上升 變相服務 大家冬至 今天是不是收到很多人的冬至 你用誤字的抹荷卡 那些冬至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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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用多了 我當然是廢話的 不過你看看 因為金礦和礦石股都會有上升 那麼多板塊 煤炭 最多的農業產品 黃金 變順 復活 抗石等等 煤炭其實前幾天都是第一 後來跌了下去 人們都忘記了它 然後今天又爬上來 最主要都是一樣說 上次我都說過 煤炭股之所以好 不是因為這幾天冷 從11月開始 中國方面的電力和煤炭 都已經是用電量和煤炭量 用多了 金會升的因爲很簡單 美金真的不行 好了 我們看看 逐個方面來看 煤炭方面 很多細小的股票 大家不要想 只要想神華等等 南波碧 南波碧 蒙古能源 這些都是屬於有龐大的 煤炭的 是 資源的東西 有蒙古能源 當然也有蒙古能源 在276方面 當然是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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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是穩固的 這些東西 所以比澳門方面 是應該做得不錯 大家多留意一下 還有就是中國移動 這些不用想 這些東西 再跟著一般抗食的話 就會有這些抗食股 這些都可以 一般這些 因為以前被人遺忘了很多 所以價格很低 一定要升上來 就變得好 這個是超級升 好了 看完之後 我們要看看是甚麼個股 個股 個股方面 就是 美團 國美零售 今天跌了很多 這都是很小的股票 然後 跟著 就有些內銀股 就升了 那 還有甚麼呢 咦 不見了一些 是ATM那些 這些東西 被人排擠了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不是很夠的 好了 再跟著 看回 這個是 其子 其子方面 今天 一道是很勇猛的 是在挑戰 保留的通道 是中族 那 這個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的 最重要就是 你守好這裡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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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雖然跌了下來 不過它在底下有支持 那現在應該要以後呢 以後呢 就不用看這條 165這條線了 要降低一級 去看這條 就看這個 是開市的位置 這個開市的位置 是16385 那就記住 16385 或者164 只要現在 收到16385 或者164上面 應該 在有望 挑戰 這個保留的通道 頂這個位置 就是 174 或者172 無所謂 174 172 在這裏 暫時的支持 我們看是 163 那你又放低 少少 162 燈 金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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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